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后来是越办越不好 那是为什么呢 这就是这么多年来很多人关注的问题 就我们已经谈了很多次了 中国足球为什么不行 而且这个不行呢 就讲国足来讲的话 他还是不断退步 是到了最近几个月稍微有点起色 但是他真的是不断退步 而且这个退步是在跟周边所有的国家比较之下 就比如说十来二十年前 我们水平大概跟韩国日本差不多 但现在他们是冲出国际了 那我们是在亚洲继续往下游进发 就终于到了魅宫河地带 跟泰国他们去比较了 还没比赢吗 还没比赢吗 我是觉得这个足球 可能他是一定程度上搞不好了 因为以中国人的这种 对领导的这种重视 你想想 习近平是那么样的喜欢足球 就说这个你知道就是这个领导上重视什么呀 你知道他得多想把这个足球搞上去 如果能把这个足球搞上去 他在中央领导那 这是多加分的一件事 我就说他有十万个动机 所以说你知道 这个是这个很好的 那给领导看看 很多事情 包括足球 不为人为主观意志所转移的 不是说你主观意志想 讲观意志 他的主观想弄好就弄好 可是要弄好也有一些办法 像文道刚说 跟亚洲其他国家比 我们一直在落后 人家进步 进步有很多的层面 包括技术层面等等 有一个像日本人 他们以前调查过 有了专题报道说 他怎么样推动他们足球运动呢 以前我们讲过 包括在小学 订足球课等等 还有一个我们往往忽略的 是怎么样 是改善了拍转播足球比赛的镜头 整个技术 因为比方说我们在香港 你看一场足球比赛 就算请什么曼联 什么什么足球队来 你不想看的 因为那个转播的电视拍摄 现在的镜头非常平淡 远远一个镜头 就看着一群人走来走去 从左走到右 从右走到左 可是我们看到 其他欧洲 美国国家的足球比赛 你看到 几百个镜头来拍他们比赛 对不对 从前从后 从左到右 我跟你说 那你看到你这有胃口了 我们已经改变了 是吧 这个在你知道在1992年以前呢 中央电视台所有的频道 不管正在播什么节目 一到晚上八点 准时的就要滚动新闻 对 说是那一年呢 中国足球队跟外国人踢啊 踢一个很一场很重要的球 刚打进一个球啊 这个滚动新闻就出来了 这个全国这个球迷就不行了 后来你知道是邓小平 办公室的人给中央台打电话 说以后足球比赛 不准插播这个新闻 因为邓公正在看 他特别爱看 重点就在这里闻他 我们以为说好吧 要鼓吹的话 只要多播就好了 日本人是说 重点不仅是多播 是如何去播 你如何把镜头放好 你看到那个人把球带进去 从网后面打进去 你观众看了 看得过瘾 你的意思是说 他当上课了 对吧 他要转播的好 他看了会有胃口啊 你叫爱看 为什么我们爱看好莱坞大片 你看得觉得好看 同样的烂题材 烂演技 你觉得好看 因为好莱坞大片啊 任何一个场景 是用八个摄影机来拍 内地大概用五个 香港用两个 可是这里有一个问题 嘉辉 其实中国 你这么讲是说 希望增加足球比赛 在电视上的可观程度 让大家爱看球 让大家爱看球 我们就假设 大家就会爱踢球 爱踢球的人多了 球就会踢得好 但这个假设在中国 好像行不通 因为过去几年 其实中国的足球观众 不断在增加 是 就也就是说 我们的足球的成绩 跟我们的观众的 热爱足球程度 跟这个数量是成反比 足球它很神奇的 就是在 就是说 你说你搞多少个 这个领导重视 他就是不以 长官意志为转移 对 同样呢 他也不以球迷热情为转移 你说中国这个球迷 那叫 一千个伤心的理由 但是呢 他还是 其实足球的球迷再增加 可是 可是问题是 还有一点 我们的足球热爱 看足球的这个热爱 没有转化成踢球的热爱 就是说 中国还有个很关键的问题 为什么我们足球落后 我们常讲足球人口 所谓足球人口 就是登记球员嘛 就比如说 你参加丙主啊 叮嘱之交登记球员嘛 比如说中国现在的足球人口 我没记错 话大是几万人吧 13亿人只有几万人 荷兰是几百万 就是说 你从这个角度来看 为什么我们直接踢不好 是因为一开始 我们那个底层的 那个那个尺子不够大 就看球的人是以异计的 踢球的人是以万计的 那不能怪足球啊 怪其他中国的游戏 包括打麻将 太好玩了 没错 大家从小就打 现在足球是从娃娃抓起 娃娃是在电脑里玩足球 对对对 但是不要说的这个 什么一败涂地 终于赢了 这个我先给你看看报纸 你看看这个赢了这场球啊 当天的这个 因为我就说三中全会召开的一天 哪个老板不想赢球啊 你说这个赢了 他多大的意义 怎么估计都不过分啊 你看你再看下边 这么多的报纸 好家伙 那天这个汪峰啊 八分钟向张子怡告白啊 整个给淹没了 你就没有没有成为头条 你再看下边 你看 许家印 现在这个 这是去年开两会的时候 后来 后来他不敢系这个什么爱马仕的腰带了 但是细心的球迷发现 他早预言了比分 你看他这腰腰带 一比一 然后河南人高兴了 说事实证明 只有河南人才能救中国足球 你再看下边 我就是跟你讲这个习近平同志啊 这个对足球这么样的爱 曾经有一次 你知道他当正定那个领导的时候 正定线 我们河北正定线领导 他跟聂伟平去看球 也是看到一场中国队输 好像一比五 最后看到输到第几个球啊 他拉着聂伟平就愤而离 愤而离去 看不下去 所以他也有这个性情 那看下边 这是197几年的邓小平 这是在北京国人体育场 邓小平基本上什么球都爱啊 乒乓球他也去窩手 篮球他也去窩手 他是个球迷 大家篮球墙看不到他 就常说世界杯转播的时候 就是我们这边开始半夜嘛 常常 当时半夜不睡觉在那熬 我觉得这个好像足球跟政治很有关系 那当然 他比其他的运动好像都有关系 当然 为什么呢 因为足球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运动 尤其是在 如果你比如说在美国的话 可能是棒球 或篮球 或者是美式足球 但是大部分其他国家 足球都是一个国家 最多人看的运动 那么这个时候 它变成全民运动的时候 它就变成一个全民象征 那有时候呢 而且足球还有个很重要的地方 就因为它的联赛制度 是所有体育项目里面 发展的最好的 最商业化的 就最地方化 所以它特别容易跟一个地方形成认同感 是不是 你比如说 像在英国 英超就是很明显的例子了 你 我是 如果你是曼城的球迷 那你就是 当然是曼特斯特人的骄傲 那么你要是曼城对上阿森那 那就是 那不是两个俱乐部的较量 那是两座城市的较量 那所以两座城市的球迷 会以自己的球员 球会 俱乐部当成自己城市的代表 国家跟国家的时候 那就是国家跟国家的对抗 有时候这个东西还会打仗 或者说 因为 踢球也可以停战 你听过吧 就南美以前 就乌拉圭 他们真的是要两个国家作战 但是因为 因为要暂停战争 因为有足球赛事 又或者说像 我们中国人熟悉 来过我们中国踢球的 像 杜奥巴 他在他们国家里面 他们那帮球员 他们是能够上电视呼吁内战停火 然后内战双方真的会乖乖的说 那一阵子就放下 这玩意儿能顶GDP来使用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型广告之后见 更好的我们 更好的家 1986到2013 红星梅凯隆 27周年 解密 第五道菜 研究表明醋是碱性食品 可以分解多余的大鱼大肉 因此除了鱼肉青菜 米饭四道菜 还要给健康夹道菜 第五道菜 天地一号 移民 其实很简单 桥外移民 为您开启各国的大门 全国咨询热线 4007009222 现在就说这个恒大模式 是不是就是烧钱 我听说就说他弄的这个广州 这个这个恒大队啊 20个亿 20个亿 而且呢 但是人家说跟他这个管理有关系 管理有什么关系呢 我又打听 我一点不了解 许家印是个何取人也 他知道是个 我原来以为是个香港人 那本来是个河南人 然后听说 我一听说就说 也是爱学毛学语录的人 爱学毛学著作 说是他这个公司啊 你别看 他光给这么多的钱 你比如说 我觉得也挺有意思 有一个好像一个 为国争光的这么一个奖啊 但是这个奖啊 奖金是200万 你知道吗 就是那200万 那也引诱出你为国争光的荣誉感 然后就是说 他这个管理也有特别严的 这一方面 据说流传着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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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子 就是说 要是老总给你 老板给你打电话 就下手打电话 三声 你要没接 好像就炒鱿鱼 所以 罚款 就罚款 罚款 所以他们的这个高管呢 就有的都是段子 都不知道说 恒大这个高管 在家里洗澡的时候 都让老婆在旁边拿着电话 相反错过了电话 没有 而且他最主要消遣的结果 就他网罗了最好的人 听说里面有十个国家队的队员 国脚 他们就叫国脚 国脚 香港人不叫国脚吗 香港港脚 香港脚 有香港脚 中文都叫国脚 国脚对 没有 现在就是担心嘛 说就算有人同样愿意消遣 最好的人都被他拿去了 没得消了 你找不到其他人 你都拿了十个了 剩下没几个 而且剩下好像都是比不上 你拿的那十个 而且所以现在就在讨论说 消遣之后 如何让他这种成功的model 能够继续下去 所以除了这种好像军训一样的方法 消遣的方法以后 还能怎么样呢 有人检讨说 根本没有人 没有那么多的人承受得了 这种方法 这种训练 我觉得都不一定 我觉得恒大 很多人都觉得是个土豪金球队 就像老板那个金色的爱马 是腰带一样 但其实土豪 中国实在不缺土豪 过去这么多年 我们也见过不少球队 想走土豪模式 对 砸钱的 砸钱的其实很多 而且请来的外援 你比如说像这个队 它当然有国脚很多 但是问题是 我们过去一般认为 国脚不一定既是 因为比如说 现在最奇怪的东西是恒大 它的基本班底 就是其实是中国国族的班底 为什么中国国族 拿出去是那个样 但在俱乐部里面 是这个样 是两回事 就同一帮人 那当然你可以说 那是因为恒大 还有几个很关键的外援 比如三个南美球员 然后一个韩国的一个后卫 但是这些人 当然是亚洲最优秀的 南美球员之一 但是问题是 你要比起我们曾经出现过 在中国联赛 中超联赛的其他的国际级的大牌外援 它不一定更有名 也不一定更厉害 所以说这里面的关键 不是说你砸钱 能不能请到最好的人 还包括别的东西 但这个管理 大家都说它管理多好 这个管理也并不是恒大老板 管理他公司的管理模式 我觉得 因为你刚刚说那种什么 想三声不听电话 他管他公司可以 但管俱乐部 其实不是这样的 我注意到的反而是 他这种请了 这个意大利教练 李平 李平 这银湖来了之后 他整个班底 他从体能教练 到这个一对一 整个班底 都是让这个教练 自己组建团队 整个管理 是这个全权 让这个教练 自己来做 那这个时候呢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些是 他不只花钱了 他花了钱之后 还敢把权力下放 交给一个真的信得过的人 那这时候 这个人用去国际级的 最专业的方法 来管理球队 训练球队 这个钱就花对了 我觉得中国过去 这么多的问题 从联赛很多的队伍 到国足 我们请了很多的国际 外国教练来 为什么没做好 就你来了之后 你还要管这管呢 老板的问题在哪呢 老板他觉得 他我花了钱 我就得什么东西 我都得直直化 就把这个东西 当成我的玩具 对不对 我爱他怎么样 就怎么样 那国家队的问题呢 就在于背后 整个国家体制 官僚 官僚部门 衙门太多 你觉得是 他们舍不得不管 是吗 他忍不住 那个手中的权力 很多的体制的 上面的传统的习惯 如果是商业机构的话 老板 他觉得我佔那么多钱 我叫谁上场 难道还不行吗 对不对 而且旁边会有人来挑拨 刚开始 我打个比喻 从足球拉出来 像我们比较熟的书店 我们知道 现在中国大陆 从南到北 从东到西 好多人都希望说 台湾成品很好 我们就弄个台湾成品 然后呢 好几家的大老板都讲 我出钱 弄个书店 然后呢 请台湾的文化 很有经验 有成功经验的 文化团队来管 都是这样 刚开始呢 就好 你管 我不管 结果一下来 很快呢 旁边的他的家族 他表哥 他表叔 他表哥的老婆 就说 就讲那种话 你是老板 你连选一个店长 都不行 我表弟出了一本书了 你叫你们店长 把我的表弟的书 放前面行不行 那结果 那个书店很快又垮了 那在广州 有一家 比较能够持续成功的 那一个台湾团队就说 我们当初 要求大应来的时候 就签约 写着合约的 清清楚楚的 不仅是卖书 这个部分 我们要 我们团队来管 人旁边卖咖啡的 卖衣服的 负责那个人 也要经过 我们团队的同意 跟训练 你才能拼他 不然的话 整个店里面 卖书的部分很好 卖衣服 卖咖啡 卖文具的部分 乱七八糟 我们就搞不好 我现在就能理解 咱们老板 就是这个刘老板 他就说的 就是他能忍住 就是说不看 像咱们这个 千千三十行 你说这就是 你很难忍住 不管的 就是你比如说 你要是看 哎呀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 你每一句话 都有问题 你而且 事实上 我觉得比你们 说的情况 会更复杂 有时候你比如说 你从外面 请来一个团队 其实一开始 大家都是明白的 都说 请人家来 就要全交给人家 可是你知道 有的时候 连他都会错 因为水土不服 或者你到了一个 新的国家 新的地方 他那一套 不行的时候 你看到他 他也就乱了 甚至于啊 有的时候 他还会找你商量 他搞不定了 他就发现 中国这个情况 他才会 他请你帮他出主意 有的时候 又混到一起了 你知道 所以我觉得 很复杂 很复杂 你比如说你公司 请一个外来的 一个CEO 一个来管理的 职业经理人 好 董事局主席 我不管你弄吧 到最后 他搞不定了 他搞不定 甚至是他来找你 这个我该怎么办呢 于是呢 这又掺和进去 一掺和进去呢 就又分不清了 我觉得在实际运作上 总是会出现很多 签合约的时候啊 你想不到的一个情况 咱们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仅仅够酒 中华一脉 自然出众 阿里山 负科研症一反复 怎么办 找卫太医啊 卫太医牌 盆盐进胶囊 专业解决 小腹痛 腰酸冷 白带多 一反复 负科研症 防反复 就用卫太医牌 盆盐进胶囊 我不知道许家印是什么样的人啊 但是各种样的老板我都听说过 反正我认识的 你看啊 我听到的故事都是说要抓大放小 举重若轻 邓小平云云 但是你不要忘了 邓小平是狮子座还是处女座 差不多就快失处了 反正是 就是实际上啊 这个我认识的老板 每一个老板都跟我说 说什么举重若轻 抓大放小 我跟你说根本没有的 全是自己要管 就是自己啊 事无巨细 自己亲手亲脚 自己一直盯着自己的这个事情 他们都告诉我 他们说那都是骗人的 对 那都是骗人的 他说我做这么大 完全是自己一手一脚 就是得这有这样的精神 精益求精 甚至是势必公亲 才能把事情做好 所以听到的这是矛盾的 我觉得对 所以但是问题是 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 就对于大部分的商业俱乐部来讲 老板他就在想管 他能管到什么程度 因为足球对他们来讲 完全你是外行 对对对 就你真的是外行 就比如说如果我们家 要是开了一个太空总组出来 我们要做火箭 你说你要管 你怎么管 就管不进去 中国的领导最爱管的是人 但是问题是管人 于是就说到一点了 你请一个什么样的人回来 那个人 你又能不能管得住他 你比如说像大家都说 今天这些全世界的 那种土豪球会 最有名的就是切尔西 伦敦的切尔西 那那个俄罗斯游王 他当年请了穆里尼奥回来 那么他其实好几个教练 他都不满意 他就是这种土豪金老板嘛 说我砸大钱 请名牌 教练也请名牌 并不是 这的确有个人跟人的问题 不是每一个教练 都能够扶得住这个老板 但我觉得像恒大呢 他比较有趣的 他请的这个教练 他扶住人 就这个教练 的确就是声名在外 是个国际级的一个大牌 他一来这 就你对他来讲 你像个幼稚园孩子一样 你这个老板 那你就只能听他的 所以李皮也管不进去 李皮不也很自豪吗 他把这个归咎于意大利的教练 他说这是意大利教练的胜利 说意大利不光我 我们意大利所有的教练 是全世界水平最高的教练 这次赢了就李皮说的 没有 所以我们看所有的书 关于什么企业管理 其实什么样的作风都有 什么事情事无大小去管的老板也有 也能成功 什么都不管了 我只要用人 我找对了副手了 交给他也行 所以到最后 其实领导力 作为领导 所谓领导力 我觉得只有两个字 判断 你判断什么事情 我要管 什么不管 找什么样的人 而且在创业的哪个阶段 你假如创业了之后 像李嘉诚 什么都还要管内死 那对不对 当然他是什么都要管 听说 对听说李嘉诚也是 所以他那样 也管不好 受苦是我们香港人 所以最主要是判断 然后你一个人的生命 就跟企业一样 有他的历史 所以我有时候觉得 为什么就说无为而至 有时候很伟大 就是一个身居 某个位置上的人 懂得袖手旁观 这是个很了不得的 一个境界 因为你知道 在中国我看到的是 很多领导 他把这个管人 跟他个人的自我实现 结合起来了 他是真正的有为主义 他会觉得 我坐在这个位置 我怎么能不做事呢 于是他一做就做 因为你是外行 实际上真正有那种 大智慧的那种人 我觉得他真是 就能忍得下 就是能够知道 在我这个位置上 最好的态度 就是袖手 而且这里还牵涉 另一个问题 就是你袖手之余 你还要有耐性 很多老板 他是一开始 也是想袖手 但袖了一两年 他就不对劲 他就忍不住 其实中国足球 也是坏在这 接着为您播出 西安楼关 文明骑士路 他就等